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画家的故事 第二个 我马上给你们讲一个新的故事 你们听了一定会被洗脑 一定会觉得我是人生导师 哲学导师 一个画家的故事 从前哪有一位画家 他想要画出一幅人人都见了 都喜欢的画 经过了几个月的辛苦工作呢 他把画好的作品 拿到市场上去卖 在画旁边放了一支笔 并附上一则说明 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认为这幅画 哪里有欠佳之笔 请赐教 并在画中做上记号 晚上 画家取回画的时候 发现整个画面都图满了记号 没有一笔一画不被指责的 画家心中十分不愉快 对这次尝试感到非常的失望 画家决定换一种方式 再去试一试 于是他又磨了一张同样的画 拿到市场上去展出 可这一次啊 他要求每位观赏者 为其最欣赏的妙笔 都标上记号 结果是一切曾被指责的笔画 如今都换上了赞美的标记 画家不无感慨地说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无论自己做什么 只要一部分人满意就足够了 因为在有些人看来是丑的东西 在另一些人的眼里 恰恰是美好的 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常常遇到类似的事情 就如现在做 冯提摩做直播一样 即使他唱歌已经唱得很多了 唱得也不错了 但是还是有人嫌唱得不好 长得不好看 或者一些别的评论 人呢总是会有不满足的时候 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人都有 即使你是好心 即使你尽了全力 但你还是不可能 使所有的人都满意 而且每个人呢 都会有他个人的感觉 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 来看待世界 所以不要试图让所有的人 都对你满意 否则你将永远都得不到快乐 过了 后面那个是我自创的 我觉得还可以 是不是很励志 是不是听了这个音乐 加上这个音乐 熊熊火焰在燃烧 还有什么那种励志的 我跟你说 我不是容易被洗脑 我不会被负能量洗脑 你知道吗 我容易被正能量洗脑 我就喜欢看那种就是 我喜欢看什么鸡汤 你以为我喜欢 那种堵鸡汤吗 不是的 我是喜欢那种很正能量的那种东西 我看了我就觉得 哇我的生活充满希望 嗯我要加油 坚持下去那种 我就会被洗脑 我是愿意去被洗脑 但是那种负面的我就 这啥也然后马上把它删掉 我就马上不看了 我就说这什么鬼 我会这样的好吗 所以我也不是一个 容易被洗脑的人 我也是有选择性的 选择洗 那个洗脑的东西 嗯 嗯 好的东西那我愿意被洗 是吧 就像冯蒂末 我也愿意被洗 虽然他不会洗 哈哈哈哈 嗯 看一下 心灵积脑 故事 industry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